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 我是王丽慧律师 也是王丽慧医师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一聊 一个非常常见的文明病 叫做脑神经衰弱 那么重点就是 不论你是男是女 如果你有脑神经衰弱 我都建议你要去把你的 搞固酮的浓度做一个检测 但我们这个人格特质 我们有所谓的Big Five 五大人格特质 分别是外向型 清合型 静泽型 沉稳型 开放型 那么科学家们就是在这个变性人身上 发现搞固酮对于人格特质的影响力很大 特别是在这个女变男的变性人身上 女变男完成了变性手术之后 会开始接受搞固酮的补充 那在这个瑞士还有德国 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导 就是他们在23位女变男的变性人身上呢 去评估他们在做了搞固酮补充之后 他们这五大人格特质有什么样的改变 首先呢 我们发现他们变得外向了 就是他这个外向型啊 明显跑出来 那他也更加的自信 还有更加的温暖 更加的敢跟人互动 因为有自信嘛 所以呢就让人觉得这个人比较暖 没有那么冷 那他对于人际关系的这个总体压力呢 他们也觉得下降了因为呢 接受了搞固酮的补充之后 他比较像男生了嘛 男生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别人那么多的意见 但是女生呢 就是说同侪压力啊 经常就是觉得 必须要跟人家保持很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他对于人际关系的压力呢 总体都是大于男生的 那女变男之后呢 人际关系的压力呢 就下降 然后他呢也增加了 他对于这个社会的互动 那他自己会认为呢 他的幸福感显著的增加 女变男 那最明显的呢 就是他的神经质下降了 神经质我们叫做 Neurotisum 这个点就下降的非常显著 然后他的忧郁啊 抑郁啊 下降的呢 最为明显 那这个是2019年的一篇报道 那你说搞固酮不是一个男性荷尔蒙吗 如果女生为什么要去知道 我的男性荷尔蒙是多少呢 因为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男士也有女性荷尔蒙 女士也有男性荷尔蒙 那么脑神经衰弱相关的 就是搞固酮浓度 也就是男性荷尔蒙 所以不论男女 如果你有脑神经衰弱 都需要去看一下 你的搞固酮是否偏低 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究竟什么是脑神经衰弱呢 它可以就是说呢 长期的一个压力 还有长期的精神紧绷 好像你这个橡皮筋拉太久 拉太紧 它就松掉了 精神浩弱的一个现象 这就是脑神经衰弱 那么正确来讲呢 脑神经衰弱不是一个医学名词 医学名词我们应该称之为是精神观能症 那它也不能够认真的当成是一个精神疾患 它只是一些精神症状的一个统称 那么它跟精神疾患的差别是呢 没有幻觉 没有妄想 并且人格是完整的 那零零种种的这些小症状 使它不舒服 所以它要去 求诊 那么根据它去的科别不一样 它就可能被给不同的诊断 因为呢 它会有头晕 眩晕 眼前还会有光点 还会出现闪光 那有些人去看眼科 有些人去看耳鼻喉科 就会说呢 你可能是呢 飞闻症 你可能呢 是视网膜的问题 你可能呢 是眩晕症 你可能是内耳不平衡 那么如果是腰酸背痛的人去看 可能就会说 你可能是坐骨神经 有压迫 那如果你是因为呢 梦移 导泻 那么你可能去看 它就告诉你 你这个就是你的 泌尿科的性功能障碍 那再来呢 可能食欲不振 胃不舒服 全身无力 那么也有可能会告诉你呢 你可能有胃病 是不是你会食到逆流 所以它被分配在 这么多的不同的科别 然后这么多不同的诊断名称 那事实上呢 它都是源于一个 脑神经衰弱的一个总体性 造成的这些个症状 它也有可能会有暴怒 或者是小小的一些强迫行为 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心理的因素 那心理因素的话呢 也先前会有发生过一些变故 然后造成它的精神上不能承受 可能是呢 它的亲人死亡啊 可能是呢 它的这个家庭离异啊 可能是它的事业失败啊 或者是它呢 失业遭受严重的自信打击 这些心理因素是蛮重要的 那你说这些事情谁没经历过啊 我也没有因此而脑神经衰弱 是的 没有错 所以呢 这个人本身有一定恶性上面的缺陷 然后再加上呢 它对于这样 同样的这些家庭离异 或者是事业遍故 或者是亲人去世的这些事情的 情绪反应过大 那所以它会对某种情绪呢 有一个过度的致敏性 这个情绪的话呢 我们认为啊 是比较相关于在我们大脑的身部啊 有一个比较边缘系统 就是性人和跟海马回这个部分 它管长期记忆 它管生理冲动 包括性跟吃东西的这个生理冲动 它也管暴怒或狂喜的这些的情绪的冲动 所以如果这个人呢 他确实他的边缘系统 先天就比较不这么的完善完美 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那就有可能呢 会投射在 他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个变故呢 有过强的反应 然后在他的心理里面呢 产生过大的不良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说到呢 人格到底是什么啊 人格可以讲呢 它其实就是呢 你这个先天的啊 遗传到的后天的啊 环境的栽培啊 还有呢 可能你这个身体啊 强或者是身体弱 身体健康 或者是身体有病 这些呢 投射出来 整合出来的你一个人格的特质 那么脑神经衰弱的人呢 他的人格上呢 就会呢 有某一种特别的倾向 那你可以说是神经质 那现在科学家们呢 就是发现啊 如果以男士来讲 他的睪固酮越低 他越神经质 那女生跟男生比啊 女生本来就比较神经质 因为女生体内虽然有睪固酮 可是浓度很低 那如果女生跟女生比 你这个女生呢 又比一般的女生的睪固酮还少 那么你就比一般的女生还要更神经质 那这些神经质的话呢 就可能让你更容易在遇到创伤事件的时候呢 更神经衰弱 所以呢 那才建议说呢 大家去看一下你的睪固酮的情形 他浓度到底够不够 那么睪固酮相关于人格特质是哪一些呢 第一个他可能就是意志坚定 他可能呢思考敏捷 他可能呢下判断非常的果决 再来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比较有雄心壮志 比较霸气 比较具有挑战心 比较少的恐惧 然后他喜欢尝试新的事物有创造性 反过来讲如果你的这个男性荷盟不足啊 那么你可能意志就比较软弱 你可能呢下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 你可能呢不太喜欢新的挑战 再来呢你喜欢的是 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舒适圈里面呢 避免不熟悉的事物 然后呢担心跟恐惧比较多 也比较不自信 因此呢这些就让你在你的人格特质上面呢 比较容易遇到变故的时候发生 脑神经衰弱 也就是呢精神观能症 所以呢人格特质跟搞固酮是明显相关的 这个科学家证实了 那么呢搞固酮不足 会神经质 科学家也证实了 那么男性荷盟搞固酮会有哪一些人格特质 科学家也证实了 所以这样一脉看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有精神观能症 我们真的认为 也许你应该考虑 查看一下你的搞固酮 做一定程度的补充 会使你呢脱胎换骨也说不定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